目前,CBA球队正在抓紧物色和签约外援,夺冠大热的新疆队外援组合已销定,实力有增无减,广东队的外援已全部更换,且得到外界看好,辽宁基本可以续约原来的外援, 保持夺冠阵容,特别是将越两强,还打四,引进内人和补强,冲冠形势一片大好,但广萨队在外援选择上却做出了一个错误决定,据可靠消息称,他们仍然继续使用上赛季表现软弱的伯洛西斯,以及续约福特森,如无意外,35岁的伯洛西斯将在新赛季继续代表广萨队征战CBA,广萨队上赛季进步神速, 出人意料地杀进了总决赛,完成了历史性的突破,但在总决赛的舞台上,他们与对手辽宁队的实力还是非常悬殊,遭到了对手的横扫,系列赛没有赢一场球, 这实在令广萨队尴尬,而广萨队被横扫,最大的短除了后卫缺乏合格屁补外,而打外援伯洛西斯,被所有人认为是一大软肋, 博洛西斯虽然有高度,但是没有力量,在篮下缺乏侵略性,杀伤力非常一般,在防守上因为没有吨位,力量不足, 根本抗衡不了辽宁队的内线队员韩德军,广萨输掉总决赛,与伯洛西斯的疲软不无关系,就在大家都认为广萨会更换伯洛西斯的时候,广萨队高层却做出决定续约伯洛西斯,不能不说这是一个错误的决定, 据了解,上赛季结束后,主帅李春江也曾经到欧洲考察,希望物色到更好更强的大外援,但最终没有物色到更好的大外援, 不过即便欧洲没有好的大个子,可是NBA有很多边缘球员可选,例如新疆队就找来了一位全明星级别的大个子杰伯森,被外界一致看好, 如果预测没有错误,那么新赛季广萨队的伯洛西斯,会继续被大汉和有姚明克星,支撑的杰伯森打爆, 目前广萨队养伤近两个赛季的赵大鹏已经复出,参加了CBA夏季联赛,他是目前广萨队最好的本土后卫,但他已经近两年不打球了, 他能恢复到几成功力,十分难以预料,即便赵大鹏恢复到最佳状态,补强了后卫线, 但广萨队的内线仍然是一个短板,喜欢飘在外面打,三分球又不稳定,在篮下没有杀伤力的伯洛西斯仍然不可以给球队提供支持,成不了福特森的好帮手,球队还存在非常大的短板,续约伯洛西斯,这意味着广萨队与冠军越走越远。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